男子坐在救护车上 医护人员正要帮他处理伤口 结果他竟然出脚连踹还出拳殴打 无奈任务再生 他们紧急呼叫远警支援 还是把人平安送到医院 男子身材壮硕 两名医护人员被他打得全身伤 脖子胸腹部都能看到腹肿伤痕 清晨6点主动医护人员接获 在公园有民众路导 前往救援发现民众只是膝盖轻伤 处理过程中还遭到暴力对待 而最近在新竹县消防队碰到的 还不止这一桩 男子大闹急诊室不断爆出口 医护警消全出动也压制不住他 疯狂拉扯殴打医师 而发现站在旁边的女消防员 在录影搜证 竟然还朝他挥拳 7月9号光明分队接到报案 说这名男子倒卧在汽车旅馆 结果送到医院后 他就无故发飙伤人 他一路闹到门口 还出手揍墙壁非常失控 当天是我 然后也被踹了好几脚 对 我们的女性同仁是因为要录影自保 所以也被他推及了几下 事后我们有到急诊去验伤 也到派出所去做备案 不只遇到无理病患 还有家属跟着起哄 9月9号时也是光明分队 在送医途中 家属跟患者临时反悔要送往的医院 而家属竟然失控 转动方向盘还拔钥匙欧打架时 短短两个月就发生三起救护暴力 桌上摆满宴商单 对于这些无理的暴力 消防局表示绝对不会容忍 坚持会提告 而警方则会以违反医事法 将这些人送办 未来也会规划防身课程 跟采购必要的防身装备 别让救护人员救人 搞得自己也伤痕累累 TVBS新闻 陈世民吴玉雅新竹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